8月18日,由国家卫健委医症医管局组织中国协会、北京协和等相关专家,将来与举办第十二届协和过敏性疾病国际高峰论坛。 届时,代表国内爱顶尖水平的北京协和病态过敏反映专科十六位医疗专家齐聚于连第二人民,位于连世医疗介绍上一场高端学术盛业,同时在门诊大厅,开展大型医疹活动。 广大市民在家门口便可享受到北京营医的诊疗服务。 这事与临时积极推动真科连忙建设,加快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落实防控措施,实现幼稚医疗资源下层的重要举措。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